來 接下來 奪命打電話找患者 這一定是跟醫療有關了 對 當然就只能是我們 醫藥記者來講 最危急的狀況就是當 最近就是COVID-19 當年就是SARS的時候 那SARS來台灣 那個時候在香港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所有人都在想說 台灣躲不掉 所以所有的長官給的就是說 你一定要守住一條獨家 就是第一例的患者到台灣 絕對不能漏 你一定要 然後結果沒想到我們真的漏了 因為後來就是當年的聯合晚報 有時候這個記者除了人脈之外 你還有很 那種新聞鼻跟新聞眼 那個記者他很厲害 他本來是去台大醫院採訪別的新聞 然後他要走的時候 突然發現迎面而來 是疾病管制署的那個官員 那他本來只是打個招呼說 嗨 誰參試你來了 你來台大幹嘛 可是他是緊張的 因為你心裡有鬼 你怕被記者知道 所以他就是回答得很奇怪 會有人會這樣 你來幹嘛 沒有沒有沒有 自己來都會管你嗎 對 我去釋手 他就越想越不對 參試疾病管制署 他來台大幹嘛 所以他那個時候 當下就覺得這一定有鬼 所以果然他一查就發現 原來第一例的SARS病患 進了台大 那我們就倒楣了 因為當天聯合晚報 頭版頭座超大 我們一定會被釘得滿頭包的 人家都報道第一個 你去跟我訪到第一個 他是傳染病 我怎麼訪他 他涉嫌 對啊 那就開始 本來都是坐在記者室 這樣互相打稿 打電話對不對 默默就會有人消失 然後你就不知道他去幹嘛 結果有一個很扯 有一個就直接衝去 他認為的隔離病房 他會被趕出來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辦法 因為我有本本子 神奇的小本子 那個本子上面 有他們每個病房的室內電話 如果他是傳染病 他一定是擔任的隔離病房 對不對 那種只有特定幾間 每一層樓就只有幾間 然後我就開始 我想到這一招 我就默默地離開那個記者室 然後開始找個地方 開始打分機 然後一打起來 因為第一例患者姓秦 然後管他是誰 撥通了有人接電話 請問是秦先生嗎 那對方就說不是 我姓謝 沒事了 掛斷 後來我找那個說 請問是秦先生嗎 他說沒錯 我就是 我想 Bingo 被我找到了 他接電話了 他說他姓秦 而且他真的有一點點 那種香港口音的感覺 你是誰啊 你教我幹什麼啊 你害Bingo啊 害Bingo 後來我就開始問他說 秦先生 那你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有沒有發燒 那現在的情形是什麼 你可以描述你的狀況嗎 結果那個人就開始 一直跟我說 我現在真的 我需要你來救我 他們把我關起來的 我真的 你們這樣子不人道 後來越問越問 他講得越奇怪 他們把我關起來 他們不讓我去 說你是傳染病 本來就不能出去啊 後來我沒有 我是怎樣 後來發現 我是不是問到怪怪的 我想說 你 沒關係 我設法再來營救你 然後掛掉 掛掉之後呢 我就默默的 反正再捨捨捨捨捨 去其他地方就說 那個 某某某病房 是你們的隔離病房 他說沒有 後來凡站就知道 他應該是有點精神狀況 其實他根本就 不是那個秦先生 他有白高興 所以他也不是秦先生 他不是 反正他管他 他就是想求救 所以任何人打電話來 他就把他當作救命 救命診所 他就接起來 你知道嗎 原來是精神病患 所以搞漫天 白搞一場 這點好辛苦 還要自己也要想 用頭腦想要什麼樣去辦案 這樣子去查誰是誰 對啊 韓祖更厲害 對 我人生 我也是在台大醫院 我人生第一次偷拍的經驗 就在台大醫院 那是在我20 我19年前 我22歲的時候 我就在這一台 19年輕22 那19加22 等於多少 你現在41了 對啊 好吧 我那時候就在這一台當記者 然後呢 那時候是完全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所以不像我們現在用手機拍很方便 那那時候呢 我們長官就收到了一個風聲 說那個時候的前第一夫人吳淑貞 她身體比較虛弱 說收到風聲 她住進了台大的警服門診 就 誒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怎麼辦 我們掌握到了消息 她現在在住院 那就要叫我們去拍嘛 可是問題是 那個警服病房是有管制的 你沒有辦法去偷拍 那 而且加上像幹哥 或者是瑞德哥 這種已經很資深的記者 你一定會被很多人盯上 想說隨後看 誒 這個社會記者怎麼在附近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才22歲 我剛出社會我最菜 長官就說你去 那我一個人去警服病房也怪 所以要偷拍嘛 要攝影大哥 就 而且那時候偷拍 就像素晶姐講的 他是小小一個 我示範給你們看 假設 玉琳哥你就當那個攝影記者 因為我才22歲 然後他找資深的攝影去 我實際年齡也是50歲 對 然後呢 那時候就像這樣腰抱一樣夾在這邊 對 你就要夾著 夾著 好 若無其事這樣 然後我們就這樣混進了那個警服病房 長不會很不自然 我們就 而且我要幫他調 因為我要這樣夾 這樣調整 你看他胸部去頂他 那邊 是不是1915病房啊 我們去看看 來來來 開門 不是不是 不是 記錯了 是1914 記錯了啦 搞什麼鬼 不是 又不是啦 阿威啊 就是我這樣一路 就像老夫少妻這樣挽著他 就一直夾 一路夾得很緊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像在那個警服病房 我記得是19樓 在那邊繞了整圈 每一個地方 你都要 你都要假裝走錯這樣 而且以前的那個密錄器 真的就是一個很像警察杯 就是很假 對 就真的沒有看到什麼奇怪樣 怎麼只好默默離開 可是我就覺得 哇 那個畫面真的很荒謬耶 經過那一次 妳跟攝影大哥有產生感情嗎 沒有 我們就是婦女 我聽過女記者娘說 她說他們特別崇拜攝影大哥 因為 衝鋒陷陷 尤其那時候立法院一天到晚 在示威抗議的時候 丟石頭 丟雞蛋 還有丟汽油蛋的 對 那那個我是記者 躲在很後面 那攝影大哥往前衝鋒 汗流加倍 充滿費洛蒙 然後有時候熱的時候 上衣一脫打赤脖 然後到處這樣子拍 然後有記者 哇 MG 對 然後最後再買一杯飲料 跟妳說 剛剛還好吧 來這杯給妳喝 那時候真的會覺得很迷人 暈了 對 然後還有導播啊 就妳看到前輩 你真的會有種崇拜感 陳玉琳剛剛講到這個 我剛剛想起三十幾年前的那個 全民計程車得惠這些事件 因為一個司機被殺 然後弄了個靈堂 最後搞了好幾天 我每天都在那邊守 然後那時候沒有 行動電話大哥大 所以呢 我知道那個時候要 半夜的時候要攻堅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現在 圍了好幾千個人嘛 還有鎮暴部隊都出來了嘛 附近四口電凳全部都包圍了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因為我要再辦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會起衝突 什麼時候才會動啊 我就把那個 公共的電話 貼了一個故障 後來 開始鎮暴 打得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就把電話一拿 準備了一大堆的那個硬幣 一 電話直播 我告訴你 現場剛剛講到攝影大哥對不對 他們非常了不起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攝影記者 包括平面的CAMELA 還是那個ENG對不對 他們都會穿一個PASS 就是那個新聞記者的 我跟你講 還沒有開始打的時候 那個老百姓跟鎮暴部隊都是 把你當朋友 等開始打了以後 你就不是朋友 為什麼 因為你要的畫面一定是他不想流出去的 對 所以 就我 那一次剛好 我所屬的報社來了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 我一再提醒他一定不可以太興奮 因為他好興奮 他第一次跑這種現場 你知道到後來 一把一開打了以後 那個所有的東西全部亂飛 但當我旁邊的瓦斯桶就被引爆三個 然後汽油袋18顆 然後現場所有東西就亂丟這樣子 那個玻璃屏不亂丟 大家都走散了 等到在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4、5點 他送衣衣送太大去了 為什麼 一根手指頭怎麼裂成三根 對 這骨頭PC還是怎麼樣 你要不要想一下 腳缸 就是我們那個建築的那種腳缸 拿起來撐出去 然後整個這麼亂 弄到頭髮 弄到頭你就頭破血流 叫他弄到他的手指 因為他拿攝影機在拍 結果弄到他的手指以後 手指 獎金是五千塊跟一隻小公 但是你的手指頭 那五根手指頭等於變 那變七根了 變成 但是你就知道 後來他也好嗎 但是你就知道他們是 後來有好 但是住院住了 住院住了一段時間 食指連心 你就知道那個有多痛 我們第一次農民運動的時候 汽油彈在我面前爆炸那個樣子 你如果說你沒有親眼看到的話 因為你只要擦三步 你就在裡面了 你有被燒到嗎 真的 而且拿了證件 你就知道我是什麼記者 記者照K 逛 等到警察打下去的時候 你已經躺在地上 因為他看到你的證件 他的手已經出去了 他們都是小朋友 他是小朋友 他第一次出這種任務 他在避免被打的 他的直接反應就是 我要先攻擊 你已經攻擊我了 我就可以反擊 我管你是誰 照打 為什麼 我要 撵過這一批人牆 我才能夠去抓更後面的人 那記者一定在中間 最倒楣的就是記者 真的是這樣